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安子伦频道 今天我将谈谈我是怎么搭建我们家后花园的佛手瓜、丝瓜以及黄瓜三种瓜类共同的菜架子 也就是我身后的这个立方体的菜架子 可以看见我的原材料就是很简单主感 我喜欢一切的东西都是原生态的 所以我喜欢这种木制的呀、竹制的呀 这种天然的这种原材料制作的这种菜架子 这样更有利于我们的蔬菜的生长 好的,我身后的这个菜架子花掉我两天的时间 那么今天我终于完成了,非常的开心 因为可以看到我身后的佛手瓜已经长得挺高的了 那么丝瓜刚刚出芽还有黄瓜我刚刚种下去 过段时间它们都会慢慢的爬藤了 所以这个搭建这个菜架子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也需要及时为它们搭建 及时为它们搭建菜架子是有利于它们的partum的 好了,接下来我将介绍我是怎么搭建这个菜架子的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请别忘了点击订阅我 在我眼前的这个菜架子是我刚刚搭建好的 它才完成了第一步 我们还得继续把它搭建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菜架子的话 可以看到它是由四根主杆 比较粗壮的主杆在四个角上 然后在这四根主杆的基础上 我们再搭建这样的一个架子 好,我们走近看 先看看我左边脚上的两根主杆 这两根主杆是比较的粗壮 可以看到 那我是用一个转图的小机器 在图栏里转一个很深的坑 然后把主杆插进去 这样子是比较牢固的 这是前面一根,这是后面的一根 再往上看的话 这是横着的一根小的主杆 我也是用那个clips把它们连接好的 很稳固 那么这是左边的两根 然后这是右边的两根 也一样 这个主的主杆 要选这种粗壮的 比较牢固的 因为它要固定四个角 这是右边的 前面的右边的后面的这根主杆 然后 那么这两根主杆之间 我用一个很长的主杆连接在一起 后面也一样 这个中间呢 我是为了稳固这个族杆的这个形状 所以在中间又加了一根比较粗的族杆 这两根前面的两根主杆之间加了一根 可以看到是这样子的 中间的一根 那对称的后面也会有一根 这样子 那就这样的话 这个竹杆的形状它是各方来支持 支持这整个竹架 上面的 我就是横放 等一下再竖放 就是这是横着的竹杆 那等一下的话就会像这样的竹杆 就这两个竹杆之间有比较短一点的 差不多是一米多 一米五左右吧 这样的一个竹杆 横的 等会这个中间呢 我们也会加入一些小的这样子横过来的竹杆 那么可以看见我这个前排目前是三根 左边一根右边一根是吧 三根竹杆 中间一根对一起三根 但是还是不够的 为了让它更加的有支持力的话 比如说这中间竹杆和左边这个竹杆之间 我还会加入两根树的 放在这里 然后这边一样的也加入两根树的 那么一起算起来的话就是刚才的三根 再加两根 再加两根 一起就是七根竹杆 在前面 那么后面也会对称七根竹杆 这样它整体的这个形状就会形成 那么竹梗和竹梗之间的话呢 我是用这个clips 以前我曾经在我以前的视频中说过的这个 很牢固的把竹梗之间 连接在一块 非常的稳固 那为了更加牢固我们的菜架子 那么我会在这个竹杆之间再加入更多的支持 那这是一个跟前面的竹梗差不多长短的竹梗 那么你看啊 这是左边的竹梗跟中间的竹梗是吧 然后我会在中间再这样子的加上一根 两根 就是这样的话就是左边是四根的 然后在这边中间的竹梗和右边的竹梗之间呢 我也会再加入两根 这样子 等一下我会把它做的牢固一些 这样加入一根 然后这边再一个 然后用clips把它们连在一起 那可以看到 如果我加上竹梗的话 那前面的竹梗一起 在前面一排就一共是七根竹梗 那么后面也会 后面已经基本上加好了 现在我准备把这两个竹梗连接在一起 那么我用的这个是clips 这个在我们这边的bunning都可以买到很容易 它是可以这样子 从这个尾端clips的尾端 穿入这个小眼中 这样就可以锁定了啊 我们可以说它从中文的角度上来说 可以说是个锁带 好了我现在给它捆绑在一起 用这个clips 这样子 很容易的 不需要别人帮忙 一个人都可以把它捆绑好 把这个竹梗 这样子 先这个方向捆绑好 然后它也讲究一个角度和一个巧妙 我是把它放在这个竹梗的这个竹梗结的位置 这样它就不会掉下来 再加一根 从这个方向 反方向 刚才是这个方向左边的啊 然后从右边过来 两边锁定的话是更加的牢固 所以我现在基本上都不用那个损锁去捆绑竹感 这种太容易了 几秒钟的功夫 好 这边已经稳定了 接下来我们再捆到中间的竹感 在这个位置 所以这边已经稳固了 然后这个中间的竹感 我从这个位置来锁定 要看在一个水平线上啊 差不多在一个水平线上了 OK 好 现在我们锁定它 一个clips 一个绑带 这样穿进来 看好位置 锁定 一般一个都够啦 好了 现在就是我加好的另外的四根竹感 前面这一排一共有七根竹感 牢牢的稳固 在这土壤上面啊 这是左边的 那个四个脚上的 左边的第一根 那这个是第二根 我加上去了啊 这样子 这是第三根 往上走的 这是第四根 本来中间的 第五 第六 然后这是旁边的这个 那么我同时的话 前面这个的话 我也横放了一条竹感 因为稳固了这七根竹感之后呢 我就横着放一个像一个小方格这样子的 就是最上面那个打顶的这一根 是长的 把它的位置定好 然后这个下面的一个方格 从这个竹节的上面我开始 这样子 加了一根过来 可以看见 可以看见 我用的这个clips 把这些竹梗之间连接 是非常容易的 都是用这个clips连接 很脑固 好了 让我走进来 看看这个菜架子的答件是什么样子 一共分三层 顶上的一层 中间的一层 然后还有下面的一层 好 这边 是可以走进来的 个开放式的 朋友就问 像这样的菜架子 能够种下三种瓜果类蔬菜吗 我说是的 那这里面这个是佛手瓜 可以看见 嗯 已经爬疼了 挺高的了 这是去年的佛手瓜 今年又发芽 嗯 然后 这个是丝瓜 两颗丝瓜 我可以选择一树 优质的丝瓜留下来 然后这是四颗黄瓜 我将选择一株到两株黄瓜 留下来就可以了 这块菜地的面积是宽1米5 长是3米8左右 嗯 不是很大的一块小菜地 嗯 但是它可以容纳下三种瓜果类的蔬菜 嗯 三种爬疼类的瓜果类蔬菜 嗯 在去年我种的非常的成功 今年我想再把它嗯 做的更好一些 嗯 这是因为它有三成的这种嗯 面积都可以让它们去爬疼 然后包括因为这个嗯 菜地是靠近我家车库的 它还有这个车库的屋顶 它们也会往上面爬疼 所以就会嗯 这个藤蔓的爬疼更有延伸性 有更多的空间啊 在这个1米5宽3米8长的小菜地上 除了这三种爬疼类的瓜果类蔬菜之外呢 我还准备种上 韭菜 芹菜 牛皮菜 小白菜 啊 这边的 茄子 还有西红柿 一共六种蔬菜 一共六种蔬菜 加上三种瓜果类爬藤蔬菜 一共是九种蔬菜 在这片小小的菜地上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 请别忘了点击视频的下方的订阅我 我们下一个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